今天观众看完剧以后 他们把进度条拖到片头 就看了看编剧是谁 感谢腾讯视频新冠大赏 受予我的这个荣誉 也很开心 能够在这么美丽的城市南京 和大家度过一个 这么美好的夜晚 2021我们一起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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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云宝 来 我们请罗座休息 再次把奖声送给他 出现周匪就马上紧跟其后 对不对 是的 当然要关注我们的邮匪 好的 接下来继续要开启 我们的下一份荣誉了 这份荣誉 请看大屏幕 2020腾讯视频星光大赏 2020年度全能艺人 王一博 不过是一个好 谢谢 恭喜 恭喜 恭喜一博 有请王一博来到舞台 接受他的荣誉 有请王一博 是舞台上游热有余的舞者 还是竞速场上冉冉升起的新兴 他用实力演绎多面人生 用热爱书写字语轻声 人生还设计 感谢腾讯视频受益我这个荣誉 我热爱的事情都有机会尝试 我很幸运 谢谢大家 谢谢 再次恭喜王一博掌声送给他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揭晓荣誉 获得2020年度最具商业价值艺人的事 请看大屏幕 2020腾讯视频星光大赏 2020年度最具商业价值艺人 杨幂 恭喜有请杨幂上台接受荣誉 她多部作品赞首 是国民度极高的人际演员 荧幕外她引领潮流 备受品牌青睐 是当之无愧的魅力女王 她在不同形象中展现女性力量 角色是她的底细 号召力是她的勋章 她就是2020年度最具商业价值艺人 杨幂 恭喜 来有请Rebecca为大家来发调感言 大家晚上好 我是杨幂 谢谢 谢谢腾讯爸爸给我这个荣誉 我会继续努力的 谢谢 希望大家今天玩得开心 恭喜 恭喜杨幂 谢谢 恭喜杨幂 来 请落座休息 其实要说到了杨幂 马上其实也有新剧要跟大家见面 对吧 同时夫人明年很快就要跟大家见面了 那同时还有这个爱的二八定律 也很快会跟大家见面 一起拭目以待一下 接下来继续来颁发我们的荣誉 有请到的是 挖机娱乐的唱试人总裁龙丹妮和腾讯公司副总裁 Mail为大家颁发下面的荣誉 有请二位 有请两位 获得2020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全能唱作人的试 恭喜吴亦凡 恭喜吴亦凡 你看人气有多高直接我们直接黑屏了 恭喜吴亦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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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亦凡 来发表你的荣誉感言 大家好我是吴亦凡 然后非常感谢腾讯视频星光大赏购这个荣誉 然后希望新的一年能够更多的作品带给大家 然后谢谢希望你们今天晚上玩得开心 谢谢 范范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马上要做这个新的音乐厂牌了 能不能提前跟大家透露一点点小讯息 对 明年会有自己的音乐厂牌 然后也在准备 所以会有很多新的音乐作品带给大家 对 希望你们会喜欢 然后也谢谢场外的朋友们 场外因为今天其实很冷 对对对 所以大家都辛苦了在场外 然后注意保暖 谢谢 谢谢 恭喜吴亦凡 也谢谢两位颁发荣誉的我们的嘉宾 觉得凡凡那句话就要做超级